樓下的房客你们好吗 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 在我跳下之前总觉得自己很惨 看了他们之后觉得其实也还不烂 在我跳下之后发现可以挂那门槛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热狗新歌抄袭知名漫画 原作朱德勇说不接受先上车后补票 自诩脏艺术家的嘻哈歌手热狗 这次朝自己扔了一把泥巴 日前公布新单曲楼下的房客 格子描述自发性坠楼的人 看尽每层邻居都有自己的烦恼 先强调下这是故事不要乱模仿 然后热狗被人提醒 这个故事是朱德勇20年前名作 网路有7亿次点阅的 什么事都在发生中的起短篇跳楼 现在我才知道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困境 我看完他们之后 深深觉得其实自己过得还不错 热狗在脸书发文道歉 承认自己思虑不周 犯了非常低级且严重的错误 歌曲已全面下架 但他花更多篇幅解释自己创作动机 是来自2004年一封被转传的电邮 深受启发 我现在看的荧幕 其实我的脑海是空的 换句话说 我现在是呈现脑死状态 据媒体报道 朱德勇接受道歉 但不愿授权 因为没事情沟通规划 不接受先上车后补票 若狗应该深谙被致敬抄袭的各种滋味 邓紫棋差不多姑娘 就承袭了他的差不多先生 现在可好差不多的糊涂 差不多的抄 拍好的MV都不能播了 差不多是时候 约朱德勇面对面吐下座了吧 三立娱乐新闻 报道